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二集的馬米早晨 兩場都是1800米 一場四班一場五班 不過有點馬鬼上身 形勢都算混亂 第二場早餐賽事 大家記得下載堅仔賽馬APP 可以看我剛才怎樣排序 你可以跟回自己調動的次序 臨場看看雲數據 看看大首星跌 也好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也記得右下角有顆死星龍珠 按下去 開啟實心鐘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也可以加我IG 馬上帶大家看看世蘭四班千八米第二場 第一選選了龍船快 其實上次跑1650 追不及 前一場和健測群鷹那場很慢步速 都是追不及便很差 全部都前四名回來了 略略打開後面 但龍船快是走最入面的 即是說甚麼 早段是用力切入領方 然後進直路 它就在裡面 變相對上就蝕了不利地 因為美麗歌星那次都是這樣的 你會見到兩次都叫做蝕不利地 那九檔這次可能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騎的又不是潘頓又不是稀威心 怕不怕呢 我跟大家說 1800米這隻馬其實就好過跑1650很多 早段因為1800米大家知道 還未轉彎 那條直路那麼長 它大把時間慢慢游過來 我亦相信何宅駿不會愚蠢到 有你們兩個泡好車才能轉彎 推快點 走三碟轉彎 沒有這樣騎的 當然會慢慢拿位 這些馬 連馬斯沒有壓迫太多馬 都是維持正常的程序去做 等馬現在開始大熟了 六歲了 等它慢慢發揮出來 而評分經常都是在四班中間浮沉 你翻查它三甲 其實它上季試過前快後快 留後又可以 亦可以放頭 在沙田都可以贏 即是說 這隻馬的評分 當時在四五班之間的位置 它就怎樣 有很多分鎖在手 又沒有傷患這些馬 所以OK的 這次跑回1800米 而再說 1650也有得報的 它也沒有報 會不會怕它鬼上身 怕你見威 你便看看威威鬥士 到時候沒有 其實可以兩隻都搏 起碼都可以 不一定要讓路 搏一隻 不一定的 有時馬房兩隻都搏 或者兩隻都不搏 都會經常看到的樣子 所以有時大家都要想想 以這些馬 如果阿珍是1650和1800都贏過 他搏1800有多出奇 這些軍速馬擺明1800好一點 尤其是成熟的時候 你不相信我 看血統 大陸是1600至1400 你看到腳發也好 或者看夏威夷王 他的腳爺 都是一些 不是夏威夷王 他的子字 你看到他都是一些 可以跑中場距離 後面還有尼真斯基 難道是短圖馬嗎 不過算了 不要說到人家早中18代 總之 這些馬 他爭情有好無壞 亦都不需要擔心 他年紀上未練到氣 因為六歲 根本就是這些 北半球馬大熟的時候 不過這場為何混亂 因為對手實力很接近 由第一選龍船快 去到後面 大約是獵警追飛協奏曲 即是六七隻 差不多實力 好看當日的場地 加步速 馬是怎樣走的 多放頭馬會不會扯快了 有機會 但斯蘭又一向來前置多一點 所以跑千八 所以又放兩隻前置馬 尤其是這隻滿多幅 自從在黎超星轉到方仔 方仔摸了幾貨之後 真的好很多 他摸到怎樣贏這隻馬 下了五班 董明朗那次 我沒有貼的 甚至是滑了 他竟然贏到無敵精英 然後贏短頭 你說慢步速 但衝上來贏很難 你猜真的那麼容易 一件事你有時知道馬是四五班升降機 還是他有四班能力 如果他是贏五班 你很容易知道 一來那天就有兩場 千八日好像今天這樣 黏住了 另外就是你見到的後上好像全部都後上錨 害怕的場地是這樣 你看看下一場 前面的 就是他對回這些對手了 建測群影 總時間一分五十秒四六 慢的標準時間零點九一秒 前四名 所以都跟著龍船快 飛馬將軍大人快活 建測群影那些回來了 而後面 這場1650 你說那怎樣量度到 不換多幅這些 要是跑1650而已 黏住也好 其實可以從沒段時間去看回來 我們通常在1650 你可以看最後兩段或三段 你加起來的時間 大約等於72秒左右 其實就差不多72秒 71秒九 72秒跑1650 其實擺到上千八 你就可以看到他最後一段 慢步速更加應該快 就是最後那三段 因為你可以盡情跑 也不用怕斷氣 你就拿最快那幾隻來看 因為那幾隻差不多時間充閃 你自己加起來 你看一下跑多150米 這些所謂軍速前置馬 譬如龍船快也好 建測群影也好 究竟他是不是可以72秒完成先 你發現都不行 當然略略會慢一些 因為始終跑多150米 那就是說什麼 其實後上馬那隻 換多幅真是厲害 他慢步速衝上來 是課真價實 也為什麼我說他跟無敵精英一起衝 竟然他衝贏 很難的 所以一三一磅什麼這麼重 都衝到 你都不怪方仔為何之後會試千八 他都知道謝馬又昏 所以擺前走都行 最後報告方仔自己說 輕綁所以擺前走 這次五檔我猜他會擺中間 你不要介意方仔衝出 因為有時他知道謝馬可以 他就有路程對他照報 連搏不代表想減分 也不會減分 你剛才加完三分 怎麼減 包尾都不會減 所以這場一定會搏 會不會又和何宰宏一Q回 我不知道 因為這場報速難了 一起慢放 是你們一對 潘頓說 你們放快了就我來 前一次他更厲害 他追到黃隱複星 這麼窄 雖然沒有威脅 不要像前多多迫到他輸頸 但是武林至尊都厲害 我都沒有想過一隻十二檔的馬 可以過得到威威鬥士 威威鬥士在未來的一場 就跑四班1650 今次希斯準備什麼 增情試一下 他兩次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是希斯 我就照報1650 因為上次其實希威森 是堵了直路沒得騎 你再報名1650 你不一定堵 或者抽到漂亮檔 所以我不太明白 你說會不會1650 希斯有馬出 有的 鐵三角擺明是排面馬 他上次被美麗歌星 反捕捉趨勢過了 是不值得的 所以跑多次 找潘頓 看看可否保重 不過麥道朗贏不了馬 好像每次找潘頓 有點阻礙 你看剛剛那個田草日菜 我們就知道 美麗就是這樣塞塞一下 塞到被軍打得 爆滿大冷都還可以 所以就自己想 如果熱門那些都不值得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希斯他讓了比鐵三角跑 他都可以 好像方濟一樣 兩隻都搏 或者好像呂建威一樣 威武國勝 兩隻都搏 威威鬥士 不是威武國勝 所以我覺得武林志尊 他爭情 沒有跑過的 你要猜他行不行 你要猜他行不行 不過我覺得 連馬斯有他的專業判斷 你也不要覺得潘頓是傻子 他不會那麼蠢 兩次我都入Q 然後這次你當吧 潘頓1650 喂喂 跟希斯說 我沒有空騎你那隻 我有馬要騎 答應了你騎鐵三角 那怎麼分身呢 你自己報的 不如你試試這隻千八 我認為可以 其實你想想他可以調轉兩隻報 鐵三角跑千八都可以 結果他當然沒有這麼做 所以我想配置上 他也是想著這隻的機會會大一點 既然怎樣都是搏一隻 沒理由潘頓兩隻都幫他減分 不如試試外檔那隻好一點 這三隻我覺得是零射好的 零射好的 不過實力很接近 零射好的是賠率上吸引 因為潘頓十一檔 你都不會 就算大熱門就最多四倍 所以他也不會熱門 我猜熱門應該是龍泉快機會會大一點 第四選我覺得這隻比較難贏 雖然潘明輝這排很厲害 那個賽日有馬贏 還要全部冷門 大燈電是處女馬來的 處女馬來的 他在四班只能近 對著美麗攻略那些馬 都不是很厲害的了 你都只能跑到第三 然後一再跑近 雖然做最快末段 不爭情應該對 因為在海外 其實這隻馬在黏地上 試過贏都是一些中距離賽事 跑到大難地 二千一他還有第四 但問題是他真的來到香港 你說他不適應好 評分未減夠好 他都未贏 我是賀然會試五班 但他又沒有這麼做 四班五班又沒有選擇 他情願叫潘明輝 怎樣? 背超輕磅 試試他 跑去報1800米 增情報1800米 已經證明過試過不行 為何都放在第四選 因為他這兩次的不行 當時是100磅131磅 而都有獎金 以及輸得近 即是輸過幾兩馬位 由此伸算 其實這次的四檔 又不是真的太過差 所以你說他沒有贏面 我不敢說 我只知道他起碼都會近 他起碼都會近 這次的檔位真的大幅轉好 1800米亦都早段很多時間給你拿位 這場亦都可以因應 五號、十號這兩隻的步速 去想想自己應該放中間 即我講潘明輝 或者是流後一點 薄的步速快和武林子磚一起充 如果一起充 大燈電的檔位好多 即是他較容易充 所以都應該要放四選入面 你看操練也很正常 所以這些馬屬於機會馬 不過就要猜 而且處理馬不是太划算 先去廣告吧 現在回來再講一下這輛精準快車 輝哥有轉路程 沒有幾場前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哇!輝哥鬼上身 那次黃心 大家在這裡看到了 我都貼了他 咦?沒理由這輛 走來四班增情千八不跑 四班千六米之後的星期日 怎麼會跑去報章呢?當然想搏 結果姚本輝拿了騎師黃 那天就是這樣搏 大冷門 有時轉路程都是一種選擇 四班千八似乎輝哥都找到他的出路 所以這些馬一落回四班 立刻就找到 你問為何不找艾兆禮 那就是艾兆禮 可能覺得 那個榜的問題 正常就不應該騎路路爽 亦都不是他騎開的 那你說會不會鬼上身 看近跡加最近有血 就應該不會了 所以這隻馬 精準快車 我覺得他是趁這隻馬八歲 還有少許貨賣的時候 可能想用它 那你就不要因為那個1650 輸得遠 你就不要 因為九九圍攻飛輪步那場 偏強組 而且他都是想落班 所以就會輸 十一檔 這次二檔 跑回合路程 他又隨時在這裡 不過這些機會當然比較小 反而三輪這個路程的 聶景追飛 你可以試一下 大家氣管有缺 你要駁路路爽定聶景追飛 我一定駁這隻 因為這隻三輪 雖然以前是報名騎的三輪 他發揮這隻馬 發揮得很好 但是報名這個榜 當然做不到 所以找艾道拿騎 亦都OK的 我覺得艾道拿騎士 騎長途其實都稱職 你說上次氣管有血 沒有不止氣管有血 他直接走去放頭跑 根本就不是他的跑法 我想說這隻馬 三輪 雖然他有試過被潘頓放頭跑 不過那次是贏完之後 我想報名跟中間跑才是最好的跑法 放頭雖然大熱門贏 但是贏得很純 贏得很純 贏得越風雲 但行快活 其實不是太出色 反而報名之後騎得十當 他樓後衝上來都贏得清脆 你可以說捕捉快 但是你要想就是其實這隻馬 樓後跑就算甚麼重磅 我覺得他發揮都比他跟前來得好 這次三檔 我猜他應該都好像潘明輝 好像大肯電一樣 會放中間 視乎步速快還是慢 他自己再決定 雖然這隻馬有氣管有血 但畢竟這個路程三邊 而且減阻分了 所以這次大家都可以想想 他都是屬於有贏面的馬 至於協奏曲 相對上比較難 因為一來丁冠豪成績又一般 二來就是去年霍宏星贏了那兩次 大家看看 在我身邊其實是1650 咦?四班就有1650 丁冠豪是不是有馬出?52分 我看過丁冠豪沒有馬 四班是第五場 而且霍宏星亦都沒有馬騎 這件事就有點奇怪了 你看回報名表 看下去原來丁冠豪又沒有馬出 然後霍宏星又沒有馬騎 其實你立心就是報這場1800 那是否認為協奏曲比較好呢? 可能是 不過這場的對手來計算 你七歲 我想你還要減多點分才夠 上次雖然你兜了外面 但是美麗寬星都在外面衝 龍船快在裡面走才虧 你其實不算走位差 所以這場我就不特別看好 八檔要走好位也不容易 太多馬上手在中間 你很容易走三碟 至於有個內蕩 當然它放得好還是有機會接近 但贏就應該難一點 至於八進紹興 這隻馬從來都沒有上過名 我很少把從來沒有上過名的馬 放入三甲 例如上次跟大家說 那些頭場美麗 十三、十四號兩隻 我都覺得有機會 結果都叫做一隻進來 一隻美麗多型 叫做十三、十四號 全程路通我沒有選擇 但是十四號 從來沒有雙的名字都進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些馬開始輸得近 而且它的評分到 它只要上次是很劣勢 它這次都依然有機會 八進紹興就屬於這一種 上次的十四檔 當然要留後 不是走四、五點 留得太后 跟著的對手對著滿多福 這場都有 大家看看前三名 全部都是前置馬 即是說那場的步速是怎樣 雖然你看到快的標準時間 但是前置馬的優勢都是多 所以滿多福那次鬼上身 董明朗又是休路程不報 而結果你會看到八進紹興 留得太后 就跟飛馬將軍德勝多那些 追不到上來 這組就這樣看 那個成績就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問題就是 因為這個一檔 它會令到這隻馬 節省很多位 你知這支私欄通常是貼欄優勢大 一檔必然可以貼欄 直爭在直路有沒有位出 我估計這隻馬都是留後跑 就要視乎 五號、十號這兩隻馬的步速如何 才可以看它究竟能否追進 憑進步追進一直 當然你說衝出怕不怕? 怕 你不喜歡 你就換露露爽進去 露露爽已經回贏馬的評分 去完廣告再繼續說 露露爽去年沒有貼給大家的一場 看到這場沙田跑千六的四班 當時跟前跑 賺了一些偏慢的步速 贏了一些很弱的對手 勝利之王勤得威力 現在又回到50分 全哥就想 還是不好了 過來沙田 轉谷草 對手比較弱 但很可惜這隻馬 上次田泰安騎 沒有遮擋下走三疊 留得很厚 兼甲氣管有血 他跟聶警追飛一樣是氣管有血 但你很明顯看到 這些氣管有血在輸11個多馬位 雖然快路很厲害 外面一衝過連接 氣管有血都未免輸太遠 又不見聶警追飛 輸6個馬位輸很遠 人家慶萬家 雖然頭馬質數有距離 快路很厲害 四歲系列都贏 但這隻馬 憑他的評分和路程式應勝 很多東西都要猜 因為他都沒有跑過 所以你又要想他是不是鬼上身 叫笑禮不要 剛才跟大家說 我覺得應該不會不騎精準快車 不能騎 按照計這隻馬排面上是輸蝕一點 所以就沒有選擇 也都不貼 至於領航宇宙 你說這隻上次輸那麼遠 你都不畫 那又是那些 跟大家說 我不會貼 但也不能畫的馬 他都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你怎麼知道他不行呢 有時你看到那些馬 尤其是海外賽 贏過1600、1400 其實他們憑著那個年紀成長 加減分量的東西 你要記住 他在外地贏過 始終是一隻頭馬 你不要理對面外地的對手多弱 他贏過就是贏過 沒有假的 來到香港 可能未適應也好 未成熟也好 練馬師不聰明也好 有傷患也好 減減減減減 減到現在48分 然後突然間改配備 千八沒有跑過 你為何畫了他 這件事不應該 你聽完這樣說 你就知道 是不應該這樣畫 你說貼 當然不會貼 他一定大冷門 但你說不如拖來試試 好像冷腳 拖住也OK 那又沒有問題 這些大冷門 不需要太多挑剔 賠儲已經給了你 不行就任由他 試閘 試給你看 沒有落後很遠 跟不上 已經是一千閘 所以這一場 重新戴眼罩 好像他外地贏馬 有戴眼罩 所以這些 小心點 至於同寶寶 抽過十當 就比較黑 前一場賺萬部速 一場賺萬部速 在一場賺萬部速 一場賺萬部速 雖然赤兔猴王 雖然赤兔猴王 後來贏了 現在在右邊的 highlight 看到 不過 這隻馬 從來都沒有極具威脅的表現 這次 五號、十號兩隻 前一場賺萬部速 你自己排在他外面 同寶寶在龍船塊外面出閘 抽過十當 就算你跟前跑 增了程度夠快 你都會被人頂住 所以這些馬 我相信都是繼續減分 比得黃隱複星 你贏這麼多 田泰安 你也要吃吃死貨 每次你騎了 標尖銀河 頭馬你拿了 當然要配貨吃豬頭骨 這些是豬頭骨 不是說一定會輸 但起碼是難贏的 就等你努力一下 贏到是bonus 跑play都是bonus 不過 不贏得多 所以就不會貼 至於我認為 接近可以橫滑 也是接近 這場水很平均 全賽這些馬 他還在減分 雖然十歲 但因為這些馬 他減得差不多 你看到他五班贏馬 他未必要下 你下場也知道 他輸完這場就下五班 他未必要下到五班 先薄給你看 當然十二檔沒有什麼 順利成章當然是減分 但他跑過play 也不可能 所以這些馬 你說同路程都上過名 現在減分 衝出當然是減分多 以葉草紅的手法 你看不粗 是可以畫的 這些馬就輕輕賴過算 十二檔 你走進來 你當作抽水 如果單T 這些我都傾向不要 你拖小隻 省住更好 全餐什麼鬼 所以這些馬 不貼不至於要畫 大家記住 這場比較混亂 如果頭駐上方式 不要太過集中 或者試一下 集中些 薄冷 都可以 兩個取向 你想比較容易收錢 但不介意回報低 你可以賣位置Q 選擇雲數據 臨場有的 或者頭場你看到地方 前置真是較好 不如就要五十兩隻 或者不是 後上OK 不如選潘頓 外檔薄冷都可以 這個你自己看完頭場再決定 加上雲數據你一定知道 所以有時我們都要臨場執生 說定範圍是六七隻 你都要知道場地是怎樣 我又不是神仙 我更加不是天文台 臨超英都猜不到何時要開冷氣 所以有時都要看臨場情況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還有這個新世紀速賓賽斯EVA 我們等待在其他節目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 晚米早晨 拜拜 好